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h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radiosheattle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Chineseradiosheattle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radiosheattle 为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8月31日星期四 农历7月16日 我是小元 我是丁然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四到周五的专题节目 分别是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四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 分别是京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六点开始 周六的节目包括 评书连载 这里是江苏 心里漫谈 西雅图少年说 万通贷款一点通 西城美丽说 发现无息 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 房地产频道 爱情麻辣烫 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 包括粤语歌曲 跟我学粤语 吃喝玩乐 西雅图 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 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道是AM1150 或者HDFM98.9Channel数据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w.com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annel RadioCI的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原来国秘书长星期四表示 他已经向俄罗斯提出了 重启破例的谷物协议的具体提案 莫斯科7月份退出了该协议 随后对乌克兰的港口和谷物基础设施 发动了一系列的袭击 安东尼尔古特雷斯秘书长 在联合国举行的 简短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 该提案与重建黑海倡议的 必要性有关 与此同时 我们也有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案 可以让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 以适当的价格 更有效地进入全球市场 他没有详细介绍这项提案 只是说他解决了 莫斯科的一些关切 但是他警告说 任何重启后的倡议 必须是稳定的 古特雷斯说 我们不能让黑海倡议 从危机走向危机 从暂停走向暂停 我们需要一个行之有效 对所有人都有益的倡议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于8月31日至9月4日对蒙古进行访问 梵蒂刚说 蒙古是宗教一直以来都很想去的地方 也是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在1990年代出基督教社区在该国复兴后曾考虑过的访问计划 在访问期间 教宗方济各将会会见各国1500名天主教徒 并与主要的信徒的蒙古人民进行交流 观察人士说 教宗方济各访问蒙古也有助于梵蒂刚改善跟蒙古的邻国 以及中国的关系 梵蒂刚与中国的关系 因北京在今年4月单方面任命了一名 没有得到教宗首先首肯的主教而陷入紧张 尽管教宗在三个月后处于长远考虑而接受了这一任命 教宗对蒙古的这一历史性的访问 可以说是完成了800年前 由教宗英诺森四世发起的使命 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星期四访问了福岛 并告诉记者说 既如果中国对日本海产品的禁令 也并成为世贸组织的争端 美国将支持日本 日本上周四开始将福岛核电站处理过的放射性污水 排入太平洋 引发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日本水产品实施全面禁令 对此日本寻求立即终止该禁令 并表示可能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来解决此事 伊曼尼奥说 如果日本决定采取这一行动 美国将予以支持 不仅因为他们是盟友 而且因为此案具有合法性 不过他补充说 他无法预先判断会发生什么 并且这种支持最终将取决于美国相关政府机构 中国本周公布的以优形线勾划 对南中国海约90%海域拥有主权的新版地图后 引起了其他宣称 对南中国海拥有部分主权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抗议 菲律宾 马来西亚 印尼 以及台湾 都拒绝接受这一批评 被批评为毫无根据的新版地图 路透社报道说 菲律宾星期四8月31日拒绝中国的新版地图 呼吁中国要负责任的形式 并遵守国际法义务 以及海牙国际仲裁庭 2016年7月12日 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 做出的中国依据历史性九段线 做出主权声索无效的裁决 菲律宾外交部说 中国最近试图 使中国对菲律宾岛礁和海域的 所谓主权和管辖权合法化的做法 没有国际法的依据 下面是天区一报 大西亚图地区今晚多云 降水概率40% 最低气温滑是58度 摄氏14度 明天晴转多云 最高气温滑是75度 摄氏24度 最低气温滑是59度 摄氏15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10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新冠病毒溯源关键人物 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院石正丽 经过中国科学院党组的审定 确认上榜202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 增选的有效候选人 专家指出 在新冠病毒溯源没有 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博士 若选中科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院士 有效候选人 据官网界简介 石正丽现任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的主任 从事新发病毒的病原学研究 在野生动物传播的病毒的病原学 分子流行病学 以及病毒的感染激励方面 具有丰富的研究经验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P4实验室 曾经借由法国帮助 兴建全球危险等级最高的病毒实验室 2018年初启用的时候 石正丽出任副主任 新冠病毒2019年底在武汉爆发 至今4月统计殃及了100多个国家 全球确诊超过6亿例 600多万人死亡 三年来外界经常质疑 病毒从武汉P4实验室外泄 而石正丽则不斥该说法毫无根据 据新浪报道 2020年2月3日 国际权威学术刊物自然 在线发表了石正丽团队 关于新冠病毒的研究论文 标题是 蝙蝠是造成肺炎疫情的 新冠病毒的可能来源 投稿日是2020年1月20日 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陈秀熙31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 就此质疑 石正丽早就发现了新的病毒 为什么不通报世界卫生组织 帮助各国预警 陈秀熙说 要发表一篇自然科学的期刊 通常从审查到刊登需要三四个月 加上他要准备文章的稿件 推回去 2019年6月到10月中间 应该在实验室就已经了解了这支病毒 跟其他病毒不一样 到底这病毒是人畜共通的传染 还是从实验室流出 后来世界卫生组织去查 还是没有完全得到结论 因为讯息不是很充分的透明 也不是很充足 这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澄清 也没有结束 对中方在争议的病毒溯源 未厘清前 提名关键人石正丽 获选院士候选人 陈秀熙直言很奇怪 中国现在要用个人的角度 来看这些对新冠肺炎 新兴传染病 生物科技上可找到后面基因序列定位 和遗传演变种之间的相关成就 可是人类为了新冠肺炎付出了多少代价 我相信历史总会告诉大家 死了多少人 国家的经济损失是多少 全世界的损失 我觉得不应该就这样衡量科学家的成就 台湾流行病学家 中央研究院生医所兼研究员 何美湘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认为 石正丽没有勇气对世卫调查说出真相 我想一个人假如很明显一直跟北京唱反调 根本不会被提名 因为在中国一定听命于北京政府 他就是没有勇气去反对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反对的后果如何 何美湘说他有没有资格当院士 假如他知道病毒外泄 那我要说的是 我们没有证据说他是病毒外泄 虽然我们怀疑 何美湘认为 石正丽不仅是新冠出现才做研究 他也一直跟有关美国科学家合作 外面的人怀疑武汉所制造的病毒外泄 但是以中国的标准 他们要给谁院士是他们自己的事 他确实发表过很多文章 对石正丽被赋予院士头衔 自中国移居台湾的中国观察者佐拉 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说 这不是学术上的成就 是政治上的成就 是中国政府共产党给他的认可 不是学术界给他的认可 佐拉提到 在中国无论是提拔谁 或者是让谁抛头露面 一定是中共评估过的可靠的 在武汉肺炎这件事情上 配合中共政策 他没有站出来说话 没有配合国外的对溯源的调查 就符合党的要求和信任 要给他升官 佐拉表示 关于武汉病毒溯源 全球很多人在做 但都是在猜想 以石正丽的位子来看 他是做溯源最关键的人物 他知道从云南矿坑到武汉研究所 做了哪些工作 他才是关键的证人 如果他不出来做研究 做澄清 他始终摆脱不了的是他武汉肺炎研究者 或者是制造者之一的嫌疑 今年4月 美国众议院特设新冠病毒大流行委员会 向中国驻美大使馆发出邀请函 要求北京停止在病毒溯源问题上的干扰 并要求5人接受当面的问询听证 石正丽被点名其中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连日来不断为中国经济公开加油叫好 并对媒体有关中国后疫情期间 经济反弹不利 消费者勿着钱包观望 微销订单锐减 以及房地产行业爆雷加剧的报道表示不满 西方大使星期三以中国经济表现比你想象的更好为题 在华盛顿邮报言论版发表文章 强调中国经济今年以来持续复苏与成长 不仅今年上半年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5.5% 而且增幅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主要经济体 正如许多年来的情况一样 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引擎 谢峰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说 仅仅在一天之前 谢峰应邀在福布斯第五届美中商业论坛上发表阻止演讲 同样强调中国经济保持回升向好态势 并称畅衰别人不会使自己更好 中国持续发展 世界才会更加繁荣 疫情之后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的发展 取责式的前进的过程 要见到树木 也要见到森林 要看当下 更要看长远 谢峰在这时时说 谢峰在华盛顿邮报文章 以及在美中商业论坛致词中都提到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相当庞大 而且有可能从目前的4亿人增加到2035年的8亿人 他说 中国拥有最完整的产业体系 最具活力的内需市场 大量高素质劳动者企业家 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 人口过百万的大城市达到100个 劳动力近9亿 政策工具箱存货丰富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与谢峰文章和措辞形成相名对比的是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四公布 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济指数PMI 低于50%的临界点或者融枯限 则是该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经济萎缩状态 人们阴言一行都受到当局严密的监控 手取一张白纸也会被当局视为非法抗议 而被逮捕的当今中国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 国际社会看到了自发的 而且没有受到当局任何干预的跨国抗议风潮 日本企业主接到来自中国的 大量的骚扰式的电话抗议 展示了当今中国的 又一个与世界各国不同的特色 日本上个星期向太平洋排放了 2011年因地震和海啸 导致的核电站损害而存机的废水 日本当局以公开透明的方式 在得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符合确认的 排放标准的情况下 而且在国际监督的情况下 排放经过处理的废水 北京政府对日本的排放行为 提出了一乎于常的抗议 许多中国人给日本的企业打电话 进行骚扰式的抗议 中国官方和非官方的抗议言行 令日本和国际社会倍感困扰 英国的经济学人周刊杂志 8月30号发表的分析报道 其大标题和小标题分别是 中国当局正在煽动人们 对日本释放核废水的愤怒 这场纠纷可能会有更多地区 与政治有关而不是与健康有关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所说的 中国当局禁止日本海产品进口 有可能给中国商家造成损害的问题 看起来已经成为现实 8月30号日本产经新闻发表的记者 从北京发出的报道标题是 中国消费者远离海鲜 由于习近平政权批判核废水排放 报道说 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 经过处理的水开始排入大海后 在中国附近出现了避开日本海鲜的运动 而且还出现了避开中国海鲜的运动 随着中国政府继续强调处理水排放 带来的食品安全污染风险 中国消费者对海鲜的整体安全性也变得警惕 中国渔业官员担心影响会蔓延到什么程度 一位在北京海鲜市场卖鱼的女士担心说 这几天销量销售价格顾客数量都在减少 这里所有的店主都在担心未来会发生什么 她的店并不经营包括日本制造在内的进口产品 但自24日起放出处理水以来 销售情况一直在恶化 广告号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世纪游轮莱茵河多闹河五星游轮16天游 参观捷克 奥地利 德国 法国 瑞士 包机票五星游轮 11月16日西雅图出发 每人仅3799元起 世纪游轮南极旅行 一生一死的梦想之旅 超豪华五星游轮去看巨型冰川 去和企鹅和鲸鱼近距离的约会 12月1日西雅图出发 包机票五星游轮 阳台房中文导游 每人仅13999元起 世纪游轮联系电话 626-666-6999 626-666-6999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 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 索赔成功过后收费 不成功则不收费 联系电话 206-920-6721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 就像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 起司 steak par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 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 听到了吗 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了 请大家都去McDonald's享用贝果吧 让妈妈安心 请先参与活动的McDonald's 巴达巴巴巴巴 您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小元 我是丁燃 今天是2023年8月31号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会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北卡大学教堂三分校的博士研究生 齐泰磊 这个星期涉嫌杀害该校副教授 颜兹杰 被控犯有一级谋杀罪 法院已经下令将其拘押 不得保释 这一事件在中国留学生中 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由于中国经济不景气 就业市场急剧萎缩 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 寻求海外教育的机会 可是在中国留学生枪杀导师事件之后 校园是否安全 以及美国大学接受 接纳中国学生的政策是否会改变 成为中国学生最担忧的问题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留学生都表示 尽管北卡校园枪击事件一时 给人们心头照上了阴影 但是并不会影响他们追求 美国高等教育机会的梦想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周四对有关他在佐治亚州 非法试图推翻起 2020年大选失利结果的指控 表示不认罪 他还放弃了原定于下周进行的传讯 这意味着作为有组织敲诈勒索和干涉 选举案的19名被告之一 特朗普不必在未来几天内 在亚特兰大富尔顿郡高等法院 法官面前初次出庭 该案的审判日期尚未确定 但可能在几个月后 特朗普的几名同案被告也表示不认罪 并放弃了接受正式传讯的权利 特朗普上周从新泽西州的高尔夫度假村 飞往亚特兰大 在富尔顿郡看守所投案 因13项指控被捕并做登记 他被采集了指纹 并成为第一位被拍下嫌疑人大头照的前总统 强烈飞风 意大利亚星期三强力冲击美国 东南部给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沿岸城市带来洪灾 然后在路上降低了风力 并朝临近的祖治亚州的东北方向迅速挺进 当局报告至少有两人死于与风暴有关的车祸 25万人失去电力 学中岛靠近飞风的登陆地点 海浪在风暴潮中比平常高出将近两米半 但是飞风登陆时恰逢低潮 减少了洪水的冲击 意大利亚飞风同1896年的飞风 并列为佛罗里达州大本德地区遭受的最严重的飞风 佛罗里达在这个半岛州这里与西部辖长地湾区连接起来 意大利亚飞风星期三凌晨给佛罗里达州西部很多沿海地区带来了洪水 然后向北移动 飞风登陆时风力为每小时195公里 但是在下午降低为每小时150公里 据当地新闻报道 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与其在叙利亚东部的一个地区分支之间冲突加剧 已造成28人死亡 周一 东部的戴尔卓尔省发生了暴力事件 此前叙利亚民主力量发起了一场针对所谓的犯罪分子的运动 犯罪分子指的是该部队当地的附属机构 戴尔卓尔军事委员会的一些领导人 冲突以蔓延到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从2014年到2019年统治的这个动荡省份 几个城镇和村庄 2019年叙利亚民主力量在美国领导的全球联盟的支持下 驱逐武装分子 总部位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站 在当地的研究人员面前 该组织表示 戴尔卓尔的战斗迄今已造成了28人死亡 多人受伤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尽管劳动节周末可能标志着夏季的正式结束 但是西雅图的夏季旅游旺季仍然强劲 据数据显示 与去年相比 西雅图Takoma国际机场的航空公司 在假期周末安排的航班增加了5.5% 这一趋势将在整个九亿份保持稳定 随着航空公司使用大型飞机直飞航线 可供旅客预定的座位数量增加了11% 发言人佩里库珀表示 今年夏天机场接待的旅客比预期多了50万人 预计这一提升将使机场全年的交通量 提前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一名武装抢劫受害者的妻子声称 自己遭到了跟踪 并被跟踪到了家里 她担心其他的亚洲家庭 也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最近发生在周末武装抢劫的 同一地区的工作人员表示 但社区深受犯罪困扰 并声称他们从市政府那里得到的帮助 很少甚至没有 监控录像显示 周六两名蒙面武装的劫匪 在西雅图南部家中的一个前廊 伏击了一名男子 他们用枪指着男子 然后用电击枪反复的电击男子 受害者的妻子在镜头外告诉Como News 盗贼偷走了他的一条金链 钱包车钥匙 他相信嫌疑人一直在监视他们在 Keen Plaza购物 然后一直跟踪他们到一英里半外的 Bacon Hill的家里 据警方称自六月以来 一群戴着滑雪面具的武装陆使盗窃子 强行闯入西雅图南部的十几处住宅 对人们进行袭击和持枪威胁 迫使受害者交出现金和贵重物品 上周 罗布布朗上尉在西雅图警察局南分局 和雷尼尔海滩非裔美国人咨询委员会 联席会议上向居民发表讲话时 首次公开了陆时抢劫数量的可怕增长 布朗星期三表示 自8月6日以来 他辖区的Bacon Hill、Lunia Beach和Lunia View社区 已经发生了八起抢劫案 布朗表示 每起案件中 多有三到七名戴着滑雪面具的人 携带至少一把藏枪和多把手枪 强行闯入家中 在8月19日发布的山火紧急状态 州长杰伊·英斯利今天发布的紧急告诉大家 扩大家庭紧急援助计划 第23-06号公告 扩大了家庭紧急现金援助计划 预取没有孩子的家庭申请现金援助 自2023年8月31号至9月29日生效 有孩子的家庭 已经可以从FEAP申请现金的援助福利 德美英警方接警赶到北山小学枪击事件的现场 枪击事件发生在北山小学的西侧 涉案的四个男孩是两人一组 他们在学校的操场掏出枪支并互相开枪 所有孩子都已经逃跑 两个向南跑 途中他们试图劫持一名刚回家的妇女 但是没有成功 另外两人向北逃进了小学 据警察称 虽然学校要到下周三才开学 但是北山小学已经进入了封锁状态 警方认为四名青少年嫌疑人都是中学生 目前还没有已知的受害者 华盛顿州的高中毕业生在毕业时有集中选择 除了社区大学外还有公立和私立的大学 公立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和华盛顿大学 每年的费用在29000到30000美元之间 私立学校西雅图大学或者太平洋路德大学的费用 在64000到75000之间 国家学生信息中心的研究发现 大学是学生们最常见的选择 但入学率正在下降 从2010年到2021年 本科生入学人数稳步下降15% 而贸易和科技学院从2021年到2022年 入学人数增加了11.5%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亚都地区今晚多云 降水概率40% 最低气温华氏58度 摄氏14度 明天请转多云 最高气温华氏75度 摄氏24度 最低气温华氏59度 摄氏15度 广告号请继续收听 下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COVID-19的紧急状态在5月11日结束 我们终于能重返正常生活 真是太棒了 不过我们还是要继续保持警惕 虽然华盛顿州卫生部已经结束口罩令 但地方或部落的政府设施及提供者 或可选择要求仍然继续佩戴口罩 请致电1800-525-0127 并按锦字键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世纪游轮锦绣中华 16天超豪华之旅 参观上海、扬州、南京、九江、武汉、岳阳、长江三峡、重庆 游轮横跨半个中国 带您品尝七省市美食 带您去看中国的江山如此多郊 11月7日西雅图特别出发 每人仅3999元 包往返机票 超豪华武汐及大长江游轮阳台房 包门票和中门导游 西雅图热线626-666-6999 626-666-6999 食物储存小贴士 你好西雅图 这里有一些关于爱护食物 停止浪费的储存小贴士 洋葱会让土豆更快发芽 请把洋葱和土豆分开放 成熟的香蕉会释放出一种气体 使周围的水果更快成熟 将香蕉与其他水果分开存放 在美国40%的食物正在被浪费 节省金钱 节约食物 拯救地球 请访问西雅图公用事业公司 以获取提示 如何确认诈骗 如果有人说您必须通过汇款 礼物卡或加密货币付款给他们 才能解决问题 那就是诈骗 合法人士不会坚持您 以这种方式付款 请向reportfraud.ftc.gov举报他们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北京时间8月31日 近日 独行侠老板库班 在被福利的播客节目中 谈到入主球队的故事 库班说 我花了2.85亿美元 购买这支球队 当时每个人都觉得我疯了 但是我不在乎 我已经赚了很多钱了 我是个狂热的球迷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还价 大家觉得我给的太多 现在看起来我很明智 对吧 我在2000年买下来该球队 你知道NBA在2010年 尝试出寿星二粮黄蜂队 但是没有人要 NBA因此接管了该球队 这也导致了保卢的那笔交易 没有成功 许多球队都是亏钱的 我买球队花了当时最高的价格 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白痴 北京时间8月31日 近日 前NBA球员阿里纳斯 在一个节目中 谈到了字母歌 阿里纳斯表示他赢过了 他尝过了冠军的滋味 他是一个赢家 他想要赢球 他和科比一样 想要赢得更多的冠军 因为历史地位建在冠军之上 科比在续约之前 也是这样的 2007年科比说 他要么交易 要么补墙 所以胡人换来了加索尔 他们之后有两个冠军 字母歌如果要离队 胡人和尼克斯是最值得关注的两对 财经方面的消息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今天下跌168.33点或0.48% 爆收于34721.91点 纳斯达克增加指数上涨15.66点或0.11% 爆收于14034.97点 标普500指数下跌721点或0.16% 爆收于4507.66点 PARMAX黄金期货上涨3.80美元 爆收于每盎司1969.70美元 WTI原油期货爆收于每桶83.77美元 布伦托原油爆收于每桶86.86美元 比特币爆收于25994.77美元 别指导发稿 上证指数下跌17.26点 爆3,119.88点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00.80点 爆18,382.06点 日本日经指数上涨178.07点 爆32,799.64点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 每100美元兑换725.78元人民币 白宫预算办公室正在推动 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 以避免联邦政府在10月1 2024财政开始时的部分停摆 美国管理以及预算办公室 发言人在声明中说 尽管就2024财年拨款法案 达成了两党两院协议的关键工作 仍在继续 但是非常明显 下个月将需要这一短期的 持续的决议 本月早些时候传达的重要的紧急 补充需要纳入即将出台的 任何财政收紧计划中 正如他们过去多次在两党基础上 所做出的那样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 是由丁兰和小源为您播报的 今天新闻彩编是 新闻 雪涛 俊宏 乐阳和小源 想要了解更丰富和最新的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 金字西雅图 YouTube频道 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者下载中电台手机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读书关闭栏目 下面把时间交给JJ